蛤?怎么多泡泡? 常听人家说尿都泡泡就是败肾 害王先生好紧张 当心自己年纪轻轻就要洗肾 林医君医师解释 泡泡尿临床叫做蛋白尿 主因是肾丝球肾小管出状况 让无法回收过滤的蛋白质直接随尿液排出 不过如果是以下情况 也会有短暂的蛋白尿但不影响肾功能 这点最常见 尿液浓度高就会多泡泡 每天最好喝足2000ml水分 血管压力上升会影响肾丝球运作 另外像酒站也会有这种状况 休息后就可以改善 像是泌尿道、橄榄、发烧等 细菌会让尿多蛋白 等病程结束就恢复正常 不过如果尿持续有泡泡 尤其是本身有糖尿病的患者 由于肾脏容易病变 建议每半年到一年要回诊筛检 现在也有新型DPP4抑制剂 不需经由肾脏代谢 对糖尿病患者加务负担 健保以纳入给付 董工责 先杀 董工贵